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Om Arabajana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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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 PACHANA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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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高興台灣的第一家佛教大學,華泛大學,能有機會在這裡給大家交流。 因為佛陀的智慧,我相信能給大家帶來光明。佛陀的愛能給大家帶來溫暖。 今天我們講的課題是如何面對心靈危機。 首先,什麼叫做心靈危機? 我們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危機。 那麼我們今天講的是心靈危機。 心靈危機就是人在物質生活非常的發達、豐富的同時, 在心靈上就是遇到的一些,面臨的一些困難。 一些道德的瞎滑,心膚之術的瞎滑。 然後很多人的心靈危機。 然後很多人的心靈,激毒的空虛、浮躁、暴躁、狂躁。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很多人的這個內心當中感到不安、不心腹。 減減的,這種問題減減的發展了以後, 然後每個人的心靈就是空虛,還有焦慮。 最後,如果控制不下來的話, 最好就是變成了抑鬱症。 然後呢,也有可能走這個激斷的路。 這樣子,我們現在就是面臨了一個這樣的問題。 金融危機,剛剛過去了。 但是呢,心靈危機就是一個我們全球性的另外一個危機。 那麼這種心靈危機呢, 是從某種角度來講, 比其他的,比如說比物質上的危機,來得更嚴重。 我們貧窮的時候, 物質生活不發達的時候呢, 人總是有一個希望。 這個希望是什麼呢? 很多人覺得,只要我有錢, 只要我有一天, 浮育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幸福的。 所以,我一定要往這個方向奮鬥。 我要為了這個, 浮育,奮鬥。 在這個時候呢, 人雖然是窮。 物質生活, 過得比較不富裕。 但是呢, 景神上, 在累災的景神上呢, 總是有一個目標。 所以, 活得比較重視。 很多人, 比較貧窮的地方, 貧窮落後的地方的人, 從物質的角度下, 他的生活, 這個水平是很低的。 但是呢, 幸福之俗, 很多地方呢, 還是比較高的。 這是因為, 他的內心當中啊,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希望, 有一個東西可以去追求。 所以呢, 他不覺得, 這個生活很發揮, 不覺得, 活得很無聊。 但是有一個問題呢, 我們沒有想到的問題了。 是一個, 完全是一個, 出乎意料的一個問題。 我們一直都認為, 有錢,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這樣子以後呢, 在今生的這個淋雨當中啊, 很多問題我們被忽略了。 所以, 逐漸逐漸的, 就是, 面臨了一個新的危機。 這個危機叫做, 叫心靈危機。 那麼, 這個心靈危機怎麼樣解決? 這個心靈危機, 它來自於什麼? 怎麼樣解決? 解決的方法又是什麼? 這個都是對我們來說啊, 對現代人來說, 很, 這個是很重要的。 西方哲學家曾經也講過, 人的慾望, 就是當沒有, 沒有滿足的時候呢, 是很痛苦的。 嗯, 如果有一天啊, 這個雨王, 滿足了, 那麼, 立即就會變得很無聊。 嗯, 啊, 那麼, 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想想我們的心腹啊, 所謂的心腹在哪裡呢? 嗯, 我們的, 這個, 漁王, 當我們的漁王還沒有, 啊, 滿足的時候, 就是為了, 滿足啊, 這個, 自己的漁王, 奮鬥, 痛苦的。 然後呢, 慾望, 啊, 慢足了以後呢, 立即就變得很無聊。 這樣子以後呢, 我們啊, 真的不知道, 真正的心腹在哪裡。 嗯, 所以很多人, 不知道, 啊, 為了什麼而活。 啊,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生存的真正的目標, 啊, 是什麼。 嗯, 啊, 很多人, 懷疑, 在這個世界上, 到底有沒有一個啊, 啊, 所謂的心腹, 我們可以去, 啊, 可以去相守。 啊, 就是我們今天呢, 到了一個這樣子的, 啊, 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今天到某一個, 任何一個書店, 啊, 里面去看, 嗯, 一大片一大片都是, 都是, 關於心腹方面的書。 嗯, 嗯, 那是為什麼呢? 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啊, 啊, 很多人, 把錢當作一個, 啊, 一個, 啊, 能夠解決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嗯, 但是慢慢的,啊, 啊, 发现, 錢,啊, 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但是呢, 啊, 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是錢, 金錢,啊, 啊, 沒有辦法解決的。 嗯, 這時候呢, 很多人發現,啊, 我們在賺錢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遇到了一個問題是什麽呢? 現代人有一種說法,啊, 啊, 我們四十歲之前,啊, 啊, 四十歲之前, 用自己的名去賺錢,啊, 啊, 賺錢。 四十歲以後呢,啊, 用錢去賣, 啊, 這個很有意思吧。 這是遇到一個這樣子問題了。 啊, 啊, 用民啊, 啊, victims. 我们不顾一切的去赚钱 无质就是告告灾赏 把物质当作一个 向上帝相生一样的去看 我们告估了物质它的价值 它本身的价值 告估了它本身的价值 认为物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这样子以后 拼命地为了房子为了车子 为了存款 拼命地去上班加班 还有就是吃饭 各方面都不注意 很多人都是吃泡面 吃方便面 不断地加班 然后逐渐地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很多的百灵精神上 也就快要出问题 然后尤其是身体 基本上都是压健康的状态 在台湾也有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的数据线是台湾的上班族当中 由五成到七成 就这样 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 迟早就要 他们认为 他们迟早就要得抑郁症了 这个不仅仅是台湾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所以身体亚健康 心理不健康 这样子以后 到了四十岁以后 人的身体 各种各种问题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 在四十岁之前 转的钱都送到医院里面去 所以就是四十岁以后 那钱去埋名 那么这样子以后 我们得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我们的真正的幸福在哪里 这个特别的重要 看过一本书 可能大家也看过 这本书叫做什么呢 叫做《坠逐日光》 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的老总 他写的书 那么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地特殊的情况下写的 这本书 他在这个之前 非常地疯狂地去工作 是一个工作狂 有一次他就是在亚洲 在这个找一个银行的行长 给他投资 然后约这个人一直都约不到 跟他的秘书打电话 有一次这个行长从某一个地方就飞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正好就是把时间 就把这个他也买这个机票 然后从美国十几个小时就飞到他的这边 然后跟他一起坐一个航班的飞机 然后在飞机上摊了一个小时的工作 然后到了目的地以后呢 他从另外一个出口区 又飞到美国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工作狂 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有一次他去体检 体检的时候医生告诉他 他已经是癌症完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他把快速地把公司的所有的事情 交代完了以后呢 他人就先下来了 开始写一本书 开始写一本书 那么这个书的一般是他的太太帮他写的 他国事了以后 他的太太帮他写的 这本书的前部分呢 是他自己写的 那么其他的这些 他的书的内容我们可以不谈了 有一句话 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说 他五十多岁 活到这个五十多岁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从来都没有过过人的生活 人应该过的生活 他真正的过人的这个生活的 这个这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以身宣布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的 从此以后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当中的 他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 因为他先下来了以后呢 他经常在家里啊 陪他的家人 陪他的小孩 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啊 稍微放松一点 他就是说一辈子真正这个过人的生活 就这生命的最后的三个月 那我想很多很多的现代的非常忙碌的人 也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也是这样子 那么他在之前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工作 然后爱政忘记了以后呢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这样子只有走 那很多人也现在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啊 我们很多人这是一个一个一个代表性的人 很多人也是这样子 身体也就是压健康啊 但这个人精神没有问题的 精神状况非常好的 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子 精神的精神状况也不好 然后呢身体也是压健康 这样子以后呢 过这样子生活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 想找到一个心服 到底心服在哪里 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去研究 很多人去研究 到底心服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就到了任何一个书店的时候 这个一个一个书架 一个书架都是关于心服方面的书 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的时候的这个 追求心服的方法 我们现在看发现 这个是有问题的 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的时候啊 很多人觉得 这个玩 这种方法可以给我们 带来心服的生活 一直在人们的这个心中固定的 这种观念 现在从这个本质上啊 就是受到了一个动摇 所以很多人重新去思考 到底什么是心服 心服的真正的这个来源 是什么 这叫就是 很多人也是这样子 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佛教啊 他能不能 嗯 给我们 解决一些问题 啊 这些问题呢 在佛教的书里面啊 佛陀的智慧里面呢 能不能找到一些答案啊 不管 你是一个佛教徒 也可以啊 或者是一个 嫉妒教徒 也可以 或者是一个 根本没有信仰的人 也可以 这都没关系的 但是心灵的问题 是啊 有信仰的 没有信仰的 或者是佛教的信仰 其他的信仰 都是一样 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嗯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啊 那么 有信仰 没有信仰 所有人都一样 就是要面临一个 很大的这个危机 啊 所以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那么 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 在佛教里面 有没有方法呢 啊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不信佛 他不学佛 但是呢 佛教里面 他不相信佛 不像 不学习佛的这个情况下 可不可以在佛教里面 用一些方法 佛教的一些东西 他可以拿去用 啊 可不可以这样子呢 啊 这个我们今天 很多很多人的希望 就是这样子 我们很 因为我们的这个 呃 生活的末时 啊 就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人干净 回头啊 传统文化呀 佛教啊 其他的宗教里面呢 有没有答案呢 啊 现在所有很多人 开始就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这个 关于心夫方面的书啊 越来越多的原因 也就是这样子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前几年啊 有一个 有一本书叫做 《穷爸爸与福爸爸》 啊 这个 这个 大陆也有啊 还有这个 台湾也有 这很 很 很长巧的书 嗯 呃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觉得这个 这个物质还是比较重要呢 啊 然后现在呢 很多人也就 呃 发现 心灵的健康 是特别的重要 呃 钱 还是很重要的 啊 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钱 啊 无知 还是 还是 只要人类 生存 呃 需要物质的 嗯 它是我们的生活的 最基本的需求 嗯 不可能不需要啊 但是呢 我们从发现 有更多的问题是 它不能解决的时候呢 嗯 那这个时候呢 要重新思考 有去思考一些 啊 这个 这个 其他的方法 所以现在的 非常这个 呃 长小的书 呃 就不是这些书了 现在很长小的书 就是关于 心灵方面的 心服方面的书 现在很长小 因为很多人 需要这方面的 这个 帮助 我需要这方面的 指导啊 这样子 那心灵危机啊 我们现在就是 面临了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 心灵危机呢 啊 首先我 就是这个 呃 讲啊 我们的物质 呃 怎么样 没有跟我 给我们啊 带来 我们所啊 这个 期望的 这样子 为什么没有达到 我们所期望的 这种效果呢 嗯 嗯 这个里面有一个秘密啊 我前几天也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 我现在也可以给大家告诉另外一个秘密啊 啊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呃 真的这些秘密是我们平时啊 在生活当中 都在生活当中 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东西啊 但是我们平时没有感觉到啊 没有去在乎这个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它就变成了一种秘密 嗯 但是这个秘密呢啊 两千五百多年前啊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已经解密了 嗯 这个解密到现在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前 那么为什么我们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个还是一种秘密呢啊 这个地球上两千五百多年前有人把它解密了 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还是啊 这个秘密呢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啊 不是很去啊 不是平时我们不太去学习佛教的书啊 佛书啊 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啊 大部分都是有信仰啊 而且是学佛的 嗯 但是呢我们的所谓的学佛呢 有可能大部分都是韶香拜佛啊 就是停留在这个韶香拜佛啊 求佛祖保佑我健康啊 长寿啊 可能是停留在这样子的这个十二 这样子的层次 阶段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秘 也是一个秘密 那么秘密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感官啊 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啊 它都是一种环节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的秘密在哪里呢 因为它都是俗读 告诉的这个俗读给我们制造的 给我们带来的环节 但是我要说的秘密不是这个 这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之前啊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样子的时候呢 为什么高估了物质的 物质的这个本身的它的价值呢 我们为什么不了解啊 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啊 人为物质可以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发现不能解决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秘密是什么啊 这个的最终的秘密呢 就是在空 就在这个距离 距离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环节 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速度啊 运动高速的这个速度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环节 同样的这个距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 非常多的环节 距离 因为十八世纪四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处 我们对物质有很大的这个距离啊 物质有距离 那个时候呢 在这个世界上啊 少部分的很少部分的人以外 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办法 跟这个物质财富啊 近距离的接触和另距离的接触 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个 一个这个 环节 这个环节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大家知道的 任何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不仅仅是物质啊 任何一个东西 当我们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呢 它一定让我们产生一个 对我们呢 有这个物质 对我们是有这个很大的吸引力 吸引力 让我们产生一种美丽的这种感觉 这是对我们的诱惑很大 那是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物质 跟我们有一定的距离的原因 所以我们高估了物质的本身的这个价值 然后我们现在呢 逐渐逐渐的 逐渐逐渐的高科技的发展 在物质方面呢 就是有巨大的成就 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多的物质财富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是有机会 跟这个物质财富啊 有近距离 零距离的这样子的 接触的机会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都发现 原来它不是这样子 原来物质不是这样子 物质不论给我们 带来我们所想要的东西 这个我们为什么高估了呢 就是当时是有距离的 现在没有距离了以后呢 才发现 就是我们昨天也讲过 就像英国在70年代 到这个2000年的这个 3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收入啊 就是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 百分之六十六 但是呢 他们的幸福感 他们对生活的慢一度 一点也没有增长 大家觉得这个奇不奇怪呢 他的收入 个人的消费能力 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啊 百分之六十六 那么对生活的慢一度 为什么不增长呢 这个我们对很多人来说 现在不是谜谜 但是这个五十年前 这个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谜谜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 因为我们认为 只要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提高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一定会 我们对生活的 慢一度也一定会增长的 然后自从1958年 到这个90年代 30年 将近30年的过程当中 日本的这个经济 也是这样子 发展的速度很快 然后他们的这个生活 他们的收入 也是增长了六倍 增长了六倍 但是他们对生活的 慢一度一样的 一样的没有增长 一直都是一样的 没有一点点的增长 这个时候呢 大家开始怀疑了 这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心腹经济学 心腹经济学 就是说心腹肝和晋级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去研究很多很多的科学家 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都突入到这个研究的行业当中 就是研究了半个世纪 研究了半个世纪以后 就是发现了 的确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不成真弊 那这个时候呢 才发现了 释迦牟尼佛以前呢 2500多年 他的这个对物质 跟我们的感觉之间的 他的解谜 这个时候呢 科学家就进一步 用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其实是对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之前呢 我们寻找心腹的方法 都是寄托在物质上 我们的所有的希望 就在物质之上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物质 不能给我们带来 这个幸福的时候呢 然后很多人的这个 今生呢 很空虚 觉得很无聊 然后就再进一步的 就这个下去的话 那就是焦虑 一语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结果 结论 是2500年前 释迦牟尼佛也说了 20世纪 西方的这个科学家 也通过这个 数据也印证 那么 这个理由是 它又没有一个理由呢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一个原因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告估了 它的这个价值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 平时不去想这个事情 什么叫做幸福 幸福它来自于 来自于什么 快乐它来自于什么 任何一个物质 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方式 是什么 在这个中间呢 有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 因果的关系 这个我们 很多人平时都不去想 这个事情的 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 某一个物质 给我们带来 这个快乐的 这个感觉 幸福感觉的时候 幸福感的时候呢 它的原理是什么 首先这个物质 来刺激 刺激我们的 钢灌 刺激我们的 钢灌 然后呢 钢灌 通过神经 就是这个信息 创递给大脑 然后大脑 它是一种工具 然后就 然后 衣食 我们的衣食 通过这个 大脑 的这个 创递的信息 然后它去 干熟 这个幸福 或者是快乐 原理是这样子 从佛教的 角度上 从科学的 角度上 基本上都是 一致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物质的 东西 物质的 东西 经常去 刺激我们的 钢灌的话 那么这个 钢灌 它会 麻木的 它会 麻木 一开始 刚刚 刺激这个 钢灌 的时候 钢灌 钢灌 对这个物质 是有新鲜感 有新鲜感 所以 钢灌 它在 这个物质 刺激 它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 感受到 幸福 或者是快乐 有快感 但是 这些 任何一个物质 都一样 过度的 刺激了 以后 过度的 刺激了以后 钢灌 对这个物质 逐渐逐渐的 消失了 这种 新鲜感 钢灌 我们的钢灌 对这个东西 再也没有新鲜感了 然后 没有 这种 新鲜感的时候 我们 就 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快乐 如果 如果在 这个时候 这个物质 再去 再去 刺激的话 那是什么样子呢 在一段 时间当中 它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特别的 幸福感 快乐感 就这样子 麻木了 如果再进一步的 不断的去 刺激的话 那么 这个时候 不但是 没有 快乐的感觉 而且我们的钢灌 就开始 严烦 开始严烦 这个东西 开始严烦 然后 这个时候 进一步的 去刺激的话 那这个时候 不单是 对这个东西 不甘兴趣 而且 这东西 看到的时候 听到的时候 问到的时候 然后心里 立即就 就 产生一种 这个 不开心 不心服 然后 开始烦 烦 烦 这样子的状态 这样子的 阶段 这三个阶段 我们是 不知道的 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 佛教里面 讲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 慢慢也就 明白了 发现 这样子的问题了 一开始 刚刚对他的 这个新鲜感 这时候 很有美丽 很有心理 他可以给我们 带来 这个 幸福 这是什么时候呢 当我们 刚刚 拥有 这个物质财富 的时候 是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我们的房子 车子 还有就是 这个 这些丰富的 物质生活 因为这时候 我们的钢灌开始 刚刚开始 接受他的自己 这时候 他们 会给我们 带来 带来 这个 幸福感 然后 这个阶段 过了以后 然后是 麻木的阶段 这时候 就没有什么 感觉了 过去的 非常有 油火力的 非常有油火 非常有吸引力的 这些东西 在这个时候 慢慢的 就没有什么 吸引力 这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 今年 我们大家都认为 是一个食吃品 食吃品 再过两年以后 这个食吃品 它不是食吃品 它只是一个 必须品而已 常 就是在一个 我们的常用的东西 然后再下去了以后 它也不是什么 它根本不论 给我们带来什么 心肤干 这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第三个阶段 那这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 很多人是这样子 有钱人 有钱人 他最后有了钱以后 他会走两条路 一条路是什么 比如说一个企业家 最后他会走两条路 一条路是什么 他有可能是变成一个 一个企业家 最后变成一个资本家 最后他变成一个资山家 这个路是正确的 那么另外一条路是什么 因为他很有钱 他有很多的 非常丰富的物质的生活 但是这个物质生活 对他没有任何的刺激 这个时候很多人去寻酒 吸毒 这个毒不 这是他的另外一条路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些物质不能给他带来 这种刺激 不能带来刺激 那么这个时候呢 肚皮呢 这个酒啊 这些行为 就是对他有一点 这种刺激 这个刺激当中呢 他可以感受到一些 这个快乐的感觉 所以他会走这条路 有钱人的最后的两个路 这是有钱人的最后的两条路 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变成 最后就是变成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只能选其中的 其中的 只能走其中的一条路 这个是所有人最后都是这样子 这个说明什么呢 最后这些物质呀 不能给我们带来 带来这个真正的快乐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 因为我们的羽毛 还在不断的这个增长 我们的羽毛还是没有停下来 物质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它能够祈祷的作用 已经到了尽头了 但是我们的欲望呢 永远都比物质还高 还走得远 物质给我们的这个作用 它可以跟我们的羽毛一起走 可以走到一段 到了这个时候呢 物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能力啊 发挥的作用啊 就是导致就结束了 但是羽毛它还是要不断的增长的 不断的增长 因为物质的这个作用 它是由先的 由先的 它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它不会给你带来新的东西 但是羽毛它不会的 羽毛它一直都要增长 那么这个时候羽毛一直都在增长 物质呢 再也没有办法 这个满足这种羽毛 那这个时候羽毛还是要满足 如果不满足 一样的很痛苦的 立即就感到很无聊 有几个亿的身价 但是呢 还是觉得生活非常的乏为 生活没有乐趣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 这个羽毛一直在增长啊 但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啊 那这时候 就是人一下子就变得很无聊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就是西方的 国区的一些 哲学家和2500年前 佛奖的这些干手 在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出现了 羽毛不断的增长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 用什么东西去满足这个羽毛 那这个时候呢 只能就是像吸毒呀 熏酒啊 啊等等 就只能用这些东西啊 在这些物质的 增长的这些啊 使用的方法 不能给它带来慈悸 啊 不能满足它的这个需求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物质啊 欲望的这个增长啊 欲望的增长的这个速度 永远都对啊 比这个物质的增长的速度快 啊 走得快 走得远啊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过啊 就像英国日本啊 这样子的这个发达国家 那么他们的啊 收入提高到这种层次 然后呢 啊 这个对生活的满足感 一直都啊 没有啊 增长 为什么啊 实际上这些物质 已经已经满足了很多很多的 他们的需求了 啊 这个并不是说 这个物质啊 没有给他们啊 带来这个刺激 或者没有给他们满足他的需求啊 他不是这样子满足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欲望 他永远是啊 永远是走得更快 更远啊 所以当他们的 当他们的这个啊 个人的消费能力 就增长了六倍 或者是发展到这个百分之六十六的时候呢 啊 欲望还是在这个物质的前面 啊 物质的前面呢 所以在数据上面呢 啊 看不出来这个满足了欲望 因为欲望他永远都坐在物质的前面 那物质只能增长到这一点 它的作用是悠闲的 然后欲望他是无限的啊 欲望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的物质啊 所以我们的物质 再发展啊 我们的物质生活再丰富 再怎么样也好啊 他永远都跟不上我们的欲望 永远都跟不上的 所以这个时候还看不出来啊 这个他们的满意的对生活的满意的程度 增长不起来 为什么一直都有不满啊 啊 过去我们开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车啊 这个时候都有很满足感 但是呢 这个车开了一年两年以后呢 对这个车啊 不感兴趣了 尤其是我比如说同学啊 同事啊 邻居啊 发现他们开的车 比我的车好的时候呢 然后马上就 这个东西啊 这个车啊 现在不但是不给我 不能给我带来满足感 而且现在它让我很痛苦 这个真的是秘密啊 这个这是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这些自然 这是一种心灵的自然的规律 它的一种规律啊 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严变 它也有一种自然的规律 它有一种自然的规律 比如说像外在的这个植物 外在的大自然 它有它的自然的 演变的自然的规律 然后我们的内在的这个 精神也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但是这个自然的规律 我们没有掌握好 西方科学家他们也承认 他们对物质方面的成就 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非常不可思议的 但是呢 在精神上几乎都没有什么成就了 在精神上啊 因为没有去研究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往往是在精神上的问题 要解决或者是要寻找一个答案的时候呢 只能到传统的文化里面去寻找答案 传统文化里面去寻找答案 因为现代文明呢 主要是在这个物质方面 然后这个人的精神的这个 这个淋雨当中啊 没有透露过太多的时间 没有透露太多的精力去研究 所以母前啊 至少母前还不知道这些 所以我们今天啊 书店里面的关于幸福方面的书这么多啊 这就是说明啊 这些书怎么长效 这就是说明我们的卢走错了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啊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方法 至少我们的卢 这种卢不能说完全走错了 但是呢 这是有问题的啊 所有的问题都是用物质来解决的 这种想法这种寻找幸福的卢 大家都发现这个有问题了 这是有科学的这个书局啊 已经充分的说明这个是有 不能让我们啊 带来永久的幸福啊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想幸福呀 如果这个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有啊 这个庞大的物质财富 但是幸福感没有啊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想拥有幸福啊 那么那个时候的幸福是从哪里来呢 所以很多人啊 那个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不会说啊 我以前一直都认为物质给我带来幸福 现在它不能给我带来幸福 也就算了 我就不再去追求什么了 可能吗 这个不可能的 根本就不可能的 进一步的去追求啊 那么进一步的去追求 追求什么呢 物质的东西该有的都有了啊 该刺激的都已经刺激完了啊 不但是刺激 而且这三个啊 这三个阶段都已经过了啊 刺激的阶段 快快干的阶段 麻木的阶段 最后反凿的阶段都已经过了啊 那么现在物质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不能带来什么了 没有办法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寻找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幸福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欲望总是比物质高 所以它是物质方面呢 再有发展 再有增长 在我们的物质上面呢 那这个我们的欲望啊 是满足啊 满意是一直都 一直都没有办法提升啊 还是停留在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这样子的这个时候 时代 没有办法提升啊 这个我们在国一百年两百年 当我们的物质啊 物质的这个生活啊 比现在还啊 丰富十倍一百个倍 假设啊 一百个倍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有啊 物质跟这个不满 对生活的这个不满的态度 永远都有距离的 那个时候还是会有距离的 这永远都有距离啊 用物质来 就是把这个距离拉短啊 缩小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 心理学家 他现在开始指导啊 过去有一些心理学家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们在这方面呢 稍微懂啊 当然没有像佛这样的 那么偷扯 但是懂啊 但是呢 没有人去听啊 没有人相信这些话 大家都觉得 这个不可能的 但现在我们慢慢的知道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物质不给 不能给我带来心腹啊 然后其余的东西给我带来心腹的 我也没有找到啊 这个时候就开始 心灵空虚 空虚 痛苦啊 而2004年的时候 就美国有一个调查 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呢 做了一个调查 然后这个调查报告 出来了以后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美国大学生里面呢 百分之四十五啊 百分之四十五都有犹豫症 不但是有犹豫症 而且这种犹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根本没有办法过正常的日子啊 这样子的地步了 已经到达这样子的地步 2004年的时候啊 还要专门给这个 哈佛大学的学生啊 做了一个研究 做了一个调查 然后结果发现是什么呢 哈佛大学的这个大学生啊 五分之四 五分之四 都有 都有犹豫症 都有犹豫症啊 全球最好的这个学校啊 就是全球这个最了不起的 这个人才啊 培养的地方 但今生上是这样子 所以哈佛的教授 哈佛的教授说 我们这类是培养成功 我们这类是叫成功学 不叫幸福学 就是没有办法让人幸福啊 这可以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赚钱啊 这个可以去教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让你怎么样幸福啊 哈佛大学也没有办法教 教你怎么样幸福啊 过去啊 先后来可能是哈佛里面呢 就感觉到了这个 以后呢 就有很多人去研究了 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这个 幸福 后来慢慢他们推荐了几种幸福的方法 这些这些方法啊 是出乎意料的 是什么呢 根本跟物质没有关系的啊 跟物质没有关系的啊 都是这样子的方法啊 没有说去赚更多的钱啊 没有说去赚这个住更大的房子 没有说去开更好的交池 你一定会快乐 他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失望了 不可能了 再再开再好的 我们再去开更好的车 也不会不会幸福的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呢 他现在放弃了这种啊 这种方法 推荐另外一种方法啊 让你感觉到幸福 这个是什么呢 啊 我昨天也讲过 这就是满足 学会满足 满移啊 满移 我们对生活的满移啊 一定要这个培养这种满移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 释迦牟尼佛对这个啊 佛教徒啊 他的佛教徒的生活的远则 就是四个字啊 少于直足 少于直足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 也就讲了四个字啊 这个直足畅乐 制足畅乐 然后藏传佛教一直都在都在讲这个啊 所以我们的大安啊 哈佛的这些教授 有研究研究研究以后呢 最后找到的 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找到的啊 这就是 最后就是满足 如果是用满足 用生活的满意来让人心服的话 那其实之前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 之前就不需要 我们可以稍转一点啊 稍破坏一点环境啊 稍保留一点这个自然的东西啊 之前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生活 用这种模式去生活 那不就更好吗啊 但是之前没有想到已经走到这个路啊 发现这个路做不同的时候呢 然后再去研究了啊 幸亏现在啊 发现了这这这种方法啊 还可以的啊 现在现在我们如果用这个方法去啊 生活的话也可以可以找到幸福的 嗯 这叫做心啊 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呃 这么多的学生啊 就是没有办法啊 读正常日子就遇遇到这种程度了 那这叫做心灵危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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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夺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大威德金刚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慈人格西组法 日期8月24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信心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公颂 要师刘梨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领咒 日期9月18日星期三 13点30分 恭送要师刘梨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16点万灯祈福法会 地点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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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